比赛里面他们是 就是他们什么叫比赛里面 他们他们进去之前是知道的 就对就进去之前 他们是能知道监管者选的什么吗 知道的知道的 那有期监管就失去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我本来搞错了 现在是就是穷人者在 知道监管之前 他们的天赋就要选择好了 上来的话 这回收叉 找入恋师 入恋师其实还行 说实话上来抓入恋师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抓入恋 果然是三飞轮 就知道你不敢拿女巫 你肯定只能拿女巫 拿女巫我这边三飞轮 收叉第一刀有了 稍微骗了个走位 外面有一辆车 这辆车 应该会上 应该会上 上了以后这边过来搞先知 你丢叉 他这波 换装可以 打一刀 飞轮就要掉 这里有一刀 你是不是比我慢一点点 我赶紧还比我慢一点点 我现在已经1分0607了 1分 是慢一点 我先1分13 我15 16 17 18 差不多 差不多了 调酒是这边给入恋师喝口酒了 然后这把的一个机导节奏偏慢的 这个闪现好的 可以 我刚想说这个闪现得提前交了 这卡木吸鸟有点快 一只鸟出来了 它这个是已经交过鸟了吗 它交过鸟了 好快 这鸟 对 你现在四刀了 我以为它没交 四刀存在赶了 两只鸟 先知一刀 入恋师一刀 它这个鸟怎么吸出来的 这么快 这要倒 全程盯着看 全程盯着看 就没有障碍无能挡着 对 但还行 说实话还行 这个机导好像感觉也没有那么厉 对 本来我给它换抓 抓先知先知吸出两只鸟 有这边直接套鸟就 这么狠吗 但是鸟就应该不会交吧 这鸟就在脸上 还好他们电机没有修太多 对对对对 现在两台半 然后这边鸟吸了半只鸟也还好 因为你到时候你雷弱你溜不动 对对对对 后面的话30多秒有飞轮 这波救下来是没有飞轮的 水气 这波水气也没框到 没框到 哎哟 哎哟 这一刀突然 很神奇的一刀恐惧 老杨这把状态可以啊 说实话 先知这边鸟 鸟没叫水 吸出来了 刚吸出来 它收叉的时候这边鸟吸出来了 不对 这卡梦 它的先知是不是充值过的呀 就感觉它的吸鸟 吸鸟速度有点快 它的吸鸟速度比别人快很多啊 可能地形 那个地形就一直没有挡住它吸鸟 一边溜一边吸一直在吸 这个鸟也太快了吧 快的有点离谱啊 就你看现在三分钟对吧 那边那边那边棺材 鸟就应该在那个傻豆那边吗 应该在墓地里面 应该在墓地 应该在墓地 它这么宽的话好像不太好 不过它有飞轮 其实这波水汽补上也不一定能够那个 有鸟有飞轮 不过这波的话 鸟联士这边的机子被干扰到了 先知是个上挂飞 冲刺过来 这边有只鸟 看看这边 长刀 但是这里直接被说差 鸟没交出来还吃了一刀 调酒 调酒这边酒股上还行 它这波的话 但是它飞了一个酒啊 卡梦这波如果 这刀可以不用吃的 嗯卡梦这波如果飞轮交出来 它还能拖很久 第一飞轮没交 然后鸟没交 然后调酒还吃了一刀飞了冰酒 哇这波雪转 因为这波其实是一个 四人开门战的节奏点 就是什么飞轮躲掉这个水汽以后 对对对对 我鸟 这波太转飞了 调酒师这边是可以帮忙扛刀 扛完刀以后 它可以喝酒继续帮忙扛 然后如果先知飞轮加上鸟 至少这两边一人夺一刀吧 对你看这边先知挂飞 只差半台机子了 那它这边如果说 刚才那只鸟顶上 手那个调酒师扛一刀 真的这个密码就够了 对 它这边的话消耗游民的货币 就瞬间 局势发生反转 对 有点可惜对于吉他来讲的话 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奏点 这波被他这个受伤 还要拿出去框他 框得到吗 卡的位 卡的位 哎 机子的话63 这边 手电机 手电机 它只能这边绕一圈 把这个机子捞一封一封 他没时间去管这个调酒师的 这调酒师满血 其实我觉得老杨这把要赢的话 他现在得先把优兵最后一个护壁给逼了 然后再形成一个击倒 他如果说在开门战之前能够挂上一个人的话 他赢面就很大了 对 他现在就是在争这个一个节奏 对 然后尽量去消耗技能 同时控机子 这优兵忽必好玩了 忽必好玩的话 他可以回升过去 都没道具了好像 对 他这个时候回升过去 再把这密码机封一封 然后再来找节奏 因为调酒师这边机子修不了 你反正满血我也不来 他针对这调酒打 针对这调酒打好像有点难 但是这边他看一下电机的进度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再走了 因为再走这个电机肯定未要好 傭兵摸了一根针 入电师的话外面起最后一台 这把他穷者被迫修了7台机子 调酒师主要我觉得他满血带飞轮 这个想要击倒有点 有点实际上面来讲 他这里是在围着电机打的 因为你虽然能封电机 但是我不能完全拦住你修机 还是能顶着水去修的 电机进度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这里就围着遗产机 在这里只能是追着调酒打 哎呦帅 剁掉 他这里还是要倒 那机子够吗 这边的话还是不够还是倒 只要有人倒他们三人开门战 第二次不知道 好像有 有吗 有挂的进去吗 有点远吧 应该挂得进 应该挂得进 能挂到楼梯口边上的 这把是一把平民级的开门战 他们这个全 地下室一挂到他稳了 地下室一挂有很大概率 对对对对对对 这把我觉得他们这边 最好是直接亮 我觉得直接亮 佣兵压着入列室点门 他们不能来救 这个地下室 鱼女的地下室 他这么 这么从外面 从外面 从外面 他是不框里面的 他是不框里面的 他框外面的 这里撞一下 然后我再下去 你下来我就收叉 莱斯 但是这样 这样跟我的理解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 他那个调酒救下来 我再收个叉 然后你调酒出来的时候 肯定会被那个水线弄倒 对他这不好像地下室 没打到地下室该有的节奏 对对对对 这样这样的一个打法的话 有点亏 对对对对 用最优的一个打法 就是他没有占到地下室 该占的便宜 我刚刚还在想 穷者要不要救了 佣兵这边卡一卡 然后那边门开了 那现在来看的话 这边门开的话 平局了 哎呦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那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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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其实不挂佣兵 我觉得也行 佣兵吃了三刀还是四刀的 这个战一时半会起不来 他应该先去追这个调酒 要就是调酒是一个二挂 他完全有时间 先去处理这个调酒了 他这把的话打的 后面感觉有点求稳了 还是地下室内拨水器 他自己没打到东西吧 我觉得 嗯